之前在官网上预约参观时间 免排队免等待 使用巴黎博物馆空行证以免门票 接着搭乘快铁前往下一个景点 圣徒礼拜堂 古监狱跟巴黎圣母院都在塞纳河的西里岛上 圣徒礼拜堂参观的人潮比较多 建议要线上预约参观时间 持博物馆通行证免门票 在这里 哇 参观民众很快地了解古监狱的历史与故事 离圣母院于2019年4月15日发生大火 至今仍在进行修复 尚未开放参观 位于巴黎第三区马来区 Google评论4.4 在小红书上也非常推荐的巴黎餐厅之一 点了招牌鸭蛋汉堡 鸭蛋超后一片 汉堡肉份量也很够 肉汁饱满 另外也很推荐泰式沙拉 酱汁酸酸甜甜 搭配生菜超床口 牛肉片份量超满 简直可以当一份主菜再吃 仙咸祠最初是大教堂 后来成为法国名人的安葬地 也是爱命令拍摄场景之一 建筑风格仿照罗马万神殿 也称为巴黎万神殿 使用了许多廊柱跟拱门 抄条高原顶 显得十分气派与华丽 复科版 物理学家复科以简单的实验方式 来证明地球自传的一种设备 这装置从仙咸祠屋顶上 垂掉一条长67米的钢丝线 并在钢丝线末端吊灌一个质量28公斤的金属球 形成一个巨大单板 另外在金属球下方镶嵌一个指针 配上腹齿硅的巨大沙盘 让单板摆动方位可以忠实地记录下来 进入地下墓穴后 要保持肃静 不要大声喧哗 法国有许多名人常面于此 我只认识 卢梭 雨果 居里夫妻 这是阿密尼的家 然后转过来 这是法比利的餐厅 转过来 现在海车挡住 这是阿密尼 常买的面包店 在这 这下好了 超多人在这边 晒太阳 这边是如芬宝宝圆 也是艾蜜莉的场景之一 爽吗 噢晒太阳啊 那不错啊 他们太阳不会太迟 要享受巴黎人的感覺 拜泰雅 他們確實在那滿多人在晒 你看 對 他們都喜歡椅子到處放 隨便坐 這邊一整 全都是 他們都不怕晒黑 真好 像花一樣的冰淇淋 玫瑰的行鑽轉一圈 不錯喔 多玫瑰一個日咖啡巧克力 耶 不錯 走路四分鐘 從Google Map上預約用餐時間超方便 出門好久 出來到12點 每天都這麼起跳 初超 現在是台灣半夜的3點4點 家裡有2點半 2點半 我們還在調時差 等時差調好 然後又要回台灣再調一次 點餐方式有三種 前菜主食加甜點是29歐 單點主菜17.5歐 如果是前菜主食甜點餐選二的話 就是23.5歐 我味還算不錯 燉牛肉有點可惜 煮到有點柴 分量很夠 薯條當配餐 加附贈的法棍 包準保到天靈蓋